各位老师们好,以下是高中数学领域的介绍 我们计划在109年度进行的10年级和11年级教材的研发及编制 未来也会持续进行教材的改良和研发作业 第一部分为大家介绍计划特点和以上价资源 计划团队如图 希望我们能透过整个中学媒体、诊断测验和互动元件 帮助学生达到自主学习以外 也能提供老师进行翻转教学、资讯融入、差异化教学的教学基础 接着是高中数学领域的主持人团队 以上价的资源如下 以上价了565支的教学影片 动态数学能见则有96支 接着为大家介绍知识结构图以及教材的特点 我们高中数学领域的知识结构图 也依寻着12年国家研发课纲、数学领域课程手册 以及各出版社的教科书版本 进而编写出每个课纲条目中可能包含了数学概念与智能 简称子技能 也考量了学习内容间的关联性集阶层性 以居实之二、直线方程式为例 学习内容中极包含了斜律、点斜式、点到直线的距离等等的相关概念 因此有了8个子技能的产生 希望能透过教材设计达到视性教学、数位的互动 以帮助学生能够自主学习 此为教材设计的基本要素 以下会透过例子来进行说明 每支影片都会含有概念的引入、立体演练 以及影片幕尾的重点整理与说明 来勇固学生的数学基本概念 此外也注重教学影片与生活情境的结合 期望能活化学生数学概念的吸收 并感受到数学在生活上的应用 以此说函数为例 则引入了半衰期以及药物代谢 除了注重数学与生活情境的连结外 素养的培养也可从数学文化的观点 以原追曲线为例 我们希望透过教材设计 让学生能观察生活中可遇见的情境或现象 继续培养他们与数学概念相关的美感 并纳克刚一提及数学教学应培养学生正确使用工具的素养 因此我们的影片也会适当的引入资讯工具 例如计算机、Excel、Desmos以及GTB 而命题的制作也是依选着影片制作的原则 强调生活化、素养导向以及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以及动走操作数位教具 从做中学加生学生的数学概念吸收 接着是英才网试园的介绍 如何找到十年级和十一年级的数学学习教材呢? 以上有两种方式 老师们可透过英才网上课程学习下拉选项里的知识结构来进行点选 即会进入到以下的一年 点选数学108年级 可点击十年级或十一年级 接着就可以在搜寻框输入关键字进行搜寻 右下角的层级有三层 第一层为大节点 第二层会显示指竞能 第三层则只剩下指竞能的部分 在每一个节点旁都可以点选时 老师们想要观看的教材 有教学媒体或是练习题及动态评 部分会有补充教材 方法二透过课程学习下拉选项的课程列表进行点选 此会列出各种不同的领域 我们点选数学领域 接着在点选年级课程里的十年级或十一年级 便可选择老师们自己想看的单元 接着会列出各个指竞能相应的影片 老师们可自行选择想要观看的内容 进入到教学媒体的页面 在影片进入条例可看到两个简合点出现的时间 目的是测试学生是否若实观看 因此题目不会太难 而左侧也会针对此题目提供向上精进和向下辅助 练习题和动态评仰则是学生可以测验看念学习成效的地方 部分影片也会提供补充教材 由于影片一开始会入房结合点的形式跳出 学生可直接扫描即可进入就去毕业面 而左侧也有提供连结 今年预计以冲击程度的选择为主进行影片的挑选和再次 素养影片的部分则是希望提升学生的数学文化感知能力解体能力 善用科技工具进行问题等等 以及第三部分的学具 希望让学生透过操作能进行数学科研的探索和自主学习 影片介绍到此结束 希望能透过英才网和老师们的努力 让学生有更好的学习 有点准备 有点准备